看一下 做完这些了 我想应该这个没有问题 之前都做过了 所以 再来就是说我希望解决几个问题 启动表单 所以一样我们可以先 启动单 你不是说直接从这边按这个直接 这个就没办法 所以你怎么办呢 两个方法 一直接在哪里呢 记得在这边要加一个按摩 启动表单的话 那我们可以在那个Visobatic里面 的哪里呢 按右键 插入一个什么模组 在模组里面插入一个程序 这个 还记得吧 就是启动表单 一样的方法 那我们可以什么 启动表单的话呢 可以给他那个 就是这个表单的名称 那所以这边的话 我可以输入一个叫Home 它的名称 那之前有同学没改的 所以你如果没改的话 你就用那个User 预设是User Home 1 你不要 这边没改 结果你还是Home点秀 一定是秀不出来的 然后再到这边的话 你可以插入一个 开放人员里面的话 这边 这边 是不是因为保护的关系 我看资料里面 是不是因为那个 我看 是不是 这边 你会发现 有没有 如果你这边没办法插入 为什么 因为叫月里面 因为保护了 所以把它取消一下 或者你没办法做后续的 先取消一下 然后再插入一个按钮 启动表单 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表单给启动起来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当那个什么 当我们的工作部 User启动的时候 就跟着启动的话 应该还记得 就是在这个ListWordbook里面 当它Wordbook Open的时候 你也可以打一个 Home点秀 这样的话 就可以 直接启动起来 当然你也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说保护 你也可以什么 这里面 预设就是全部都 把它做成保护的状态 这个地方 全部都保护 当什么时候 会取消保护 当你要写入资料的时候 再Unprotect 然后再Protect 可以 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 以后你也不用担心 说使用者乱干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全部都保护 你只看得见 但是无法变更 OK 所以基本上 他也只能去输入资料 其他事都不能做 除非是 那个人 你告诉他什么 那个密码 不然的话 没有人可以变动 这样的好处是说 以后的话 你不用再花太多时间 再去检查资料的错误了 其实我觉得 这是非常重要 因为你会发现 真的很多人就是 每天都会找你麻烦 他好像不找你麻烦 就觉得怪怪的 对不对 一定就是给你出 各种可能性的问题发生 你就要把那个问题找出来 明明没事的 就会发生一些 所以你知道 防止这些漏洞 堵起来之后 再也 可以高枕无忧了 你就可以 每天就可以很开心的过日子 OK 因为 这些问题 没有发生 你就会少掉很多麻烦 然后你会多出很多自己的时间 可以做应该做的事情 好 再来的话就是我们把它启动 所以基本上启动应该没问题 第二个的话启动的时候我需要什么 下拉清单 可是下拉清单我需要有两个 我下拉清单之前是用这个元件的名称 -add item 他就可以输入一个 那第二个叫add item 可是这种写法是固定的 就是说你以后怎么样 写一个就有一个 写两个就两个 有没有 一二三四五五个 可是问题我希望做一个做法是 跟之前不一样 我希望怎么样 就是当我启动的时候 那我就把这一个品名里面的 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的资料 帮我add item 然后地区的话也是一样 从第二列到最下面去add item 那写法的话基本上 就可以参考一下底下 我先把这个先给各位看一下 我先 那在哪个地方呢 就是这一段 这个是到清单的那个工作 表里面去找到他最下面的那一列 然后add item 把他的清单里面的A缆里面的资料 全部都add item 那这个是从清单里面的C C的话基本上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地区 从这个地区里面呢 向下追踪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把这些资料呢 全部都塞到 我的那个元件名称 因为元件名称叫CMBE 这个名称我上面是改一个A 一个E 所以基本上我把这个程式直接放在哪里呢 表单 所以在表单点两下 然后当这个表单怎么样呢 记得写在initial来 我觉得会比较保险 activate可能还不见得保险 我建议是放在这个initial来 当他初始化的时候怎么样 那我就把刚刚这两件事 哪两件事呢 第一个把这个 这个是加什么 加那个就是我们的清单里面第一个 就品名 这个是加地区 那基本上就是当启动的时候 我先会设中断点好了 来执行 这个地方的话 当initial来初始化的时候呢 他会到清单的工作表里面去往下追踪 所以他会先切到这个工作表里面 去看一下这边的最下面列 然后跑回圈的范围就是从这一个第二 到最下面列 分别把这一个一个一个的抓出来之后呢 add item到那个元件里面 所以写法是这样 写法就是 有没有 特别之后这个有个 我们多一个物件名称是哪一个序词 所以这个序词指的是哪一个工作表 特别之后 清单的工作表 他从A2向下追踪 然后呢 再来就是把资料 特别之后也要增加一个 这个资料表的名称 如果你这个没有加的话 那就会出租 add item后面刮符 把他的A栏放进来 以此类退 所以加一个 两个 三个 那他总共的话 总共会有好像五个吧 所以把这五个全部加进去 然后换成是地区 所以逐个逐个把它全部丢进去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向下 有没有 这边就有了 那基本上 这种写法呢 它是属于 不是固定的 也就是说呢 因为我这边有多了一个什么呢 多了一个向下追踪的叙述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现在要列 它有增加的话 那它就是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除了目前有五比五个品名 可是我现在如果要多卖一个新的 比如说我要卖什么 卖那个假设 卖个水壶好了 我这边举例 然后水壶的价格是两百块 好了 OK 那如果用之前的写法固定的话 add item 它变成你要改写程式 多一个水壶才OK 可是现在不用改 为什么 因为它会向下追踪 然后追踪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向下 水壶就出现了 OK 所以你以后呢 有几个 它就自动加几个 这样还蛮方便的 也就是以后 这边 跟这边 有往下 往下 它也会跟着往下 自动塞过来 自动塞过来 这样的话就解决第一个问题 那使用者呢 反正有几个 就可以自动看到几个 好 第一件事情完整 第二件事的话呢 就是 当我怎么样选一个的时候 它应该单价要自动带出来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当这边改变的话 这边要也跟着改变 所以这里的话 因为表单 它主要是一个事件驱动的原理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上面有改变 Change 然后才去执行程式的话 那接下来请你把它关闭 在哪边写程式呢 在这边写程式 点它两下 第一个呢 你会发现游标放这里 就是那个CMBA Change的事件 基本上是不是Change 理论上应该是 因为它里面有改变 比如说它向下拉 它有选了其中一个 原来没有变成有 有什么呢 比如说水壶 水壶你要怎么样 再把它对应的B栏资料带到什么 带到它底下的这个储存格里面 这个储存格叫TSTB 那要怎么写 基本上就点它两下 当这个被Change的时候呢 那我可以做什么事呢 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底下有 品名下拉后自动带出单价 那我可以写在Change Change里面的话呢 我的写法是 那我就怎么样 到那个清单里面去比对一下 比什么呢 把那个 比如它现在挑什么 挑水壶 那我就往下比对一下 水壶了 找到的同一列的B栏的资料 帮我带到哪里呢 带到那个里面 对不对 那程式的写法基本上呢 就是这边 把这个 因为程式不复杂了 所以我就直接拿这个来参考 那我怎么做呢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这个工作表的最下面一列 然后呢 比对什么呢 比对CMA 就是下拉清单里面的文字 跟那个什么呢 跟那个 就是A栏里面的资料一不一样 也就跟那个A栏里面是指的是这个 这个里面的资料一不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呢 那就帮我把它的B栏带到哪里呢 B栏的东西 带到什么 TSTB里面 就把它带过来 OK带到这边 不过这个程式好像似乎 漏血了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这个Sales 对 去指这个 这可能要加一下 因为如果没有加的话 怕是说 如果你现在游标不是在清单的话 那就会抓不到 或者抓到错误的东西 这个部分因为是跨了工作表 所以这个地方记得一定要加一下 不然的话可能程式会造成错误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来试一下 基本上 执行一下 一样 当我下拉CD 他应该是BBB 把CD带过 CD旁边的B栏的单价带过来 100 不过会有个缺点 就是我讲的 当我delete掉的话 他BBB 没有 没有他就没有 所以理论上 你这边可能多一个逻辑 如果这边清空 那这边也清空 那怎么写会是最简单的 其实 你可以直接在这上面写 就是在这边有没有 如果你要写这个叙述的话 就是干脆直接开头就写 如果什么呢 if 那个CMBA里面的文字 里面的资料 点taste就里面的资料 如果等于什么 等于没有的话 then 然后做什么呢 如果他没有 那我那个什么呢 底下那个也没有 其实理论上要enter两下 打个enter if 可是 如果你旁边 你只有一个叙述一行的话 你可以打在then的后面 不用enter if 这个是VBA的 简单叙述写法 直接写在后面 所以你认为 txtb.taste 里面就是等于什么 等于空的 这样就可以了 这种写法 其实等同于 我们原来是这样的 比较 原来是写成这样子 会有个n的if 这样的写法 变成这样要写三行 可是 如果你在if里面的执行 只有一行 特别说只有一行 你不能有两行以上 两行以上 不行这样写 如果只有一行的话 那你可以这样写 可以把它搬到这边来 这一个可以拿掉 这样应该比较精简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来试一下 里面上应该 假设这个OK 那把它delete掉 跟着delete掉 这样的话 当然会更加完善 如果你面面都聚到的话 那这个应该 这个系统就非常的 非常的赞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我们大概 刚刚主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 就是 启动表单 第二个就是当它启动的话 下拉清单自动带出 然后另外下拉清单自动再带出单价 数量的话 待会我们再写 输入50 Enter 然后这边又要自动带出来 我要再把这个带出 按确定 资料就写过去 大概就完成我们要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其实也没有几个动作 以后如果你要衍生 你要增加什么样的功能 其实我想应该都是 可以用那种事件驱动的概念 去把它写出来 反正只要你想得到的功能 只要是逻辑 是符合Excel的逻辑的话 把这个功能写出来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好